大家好,我是酷奇 昨天晚上公布了部分的魔物猎人进化装备 这个合作是期间限定的 所以今明两天公开完后应该就差不多了 这次总共有7个装备 我也会补充一下是原本哪一些角色进化的 那如果有说错的部分请大家提醒一下 首先是这次Rise的狗狗 角色应该不是透过抽弹获得 可能是MP或是交换等等 那如果是免费可以获得的SP装 那这个本身就还蛮不错的 技能名称是搭成 这个好可爱哦 5回合攻击上升和操作时间延长 配HP25%回复 这个如果是本体的话技能就可以一直用了 但没有这一回事 CD也很短 这个时候反而会觉得过短是好事 拿来解敌人的机简应该还不错 重点是GoGo 好可爱 接着是碎龙的装备 本来这个武装是很多的光强化 那这次封印耐性被防绑 和队伍HP强化 旧防绑装的话还不错耶 特别是有些变身队长很缺封印耐性 也可以补一下 技能的机简被不落珠 还有全版面的光斜魔生成 只要一个CD好短哦 9回合的机简 但老实说啊 那个双色生成 不含回复觉得也蛮可怕的 因为通常机简就是为了应付敌人每次的强攻 但这边开完技能后 又没办法及时的回复 我觉得用处恐怕没有说很多 我反而比较喜欢没有生成的效果 而且是光和邪魔哦 让不是光属性的队伍也很难使用 再来是炮虎龙的装备 原先的装备是回复力超高的觉醒组合 这边则是追打配三耐性 还有一个解绑 真的是应有尽有 可能也是因为觉醒够强 所以技能CD很短 又算是比较普通的 解锁回复生成 外加回复力 和水属性的攻击力1.5倍 其实啊 只要有生成回复类型的 我个人都算是喜欢 更何况啊 还有附带解锁 和其他的效果 昨天用完领之后就觉得 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追打武装 天会龙装 暗章鱼烧和队伍HP强化的组合 技能有两回合龙type的攻击力3倍 嘿 洗版 只有龙能够吃到觉得太可惜了 现在啊 去组合暗属性的队伍完全没有龙啊 可能到时候 只会用到那个章鱼烧的觉醒而已 不过确实 现在啊 只要耐性补够的话 我都会想办法塞一些章鱼烧 之后应该也会这么做 我觉得装备算是还好 斩龙装 回复强化配队伍HP上升 还有封印耐性 然后技能很棒 手指和火属性的攻击力上升 配3回合延迟 有到3回合都很少见 现在比较多玩家缺的就是延迟装 开场用完后 后半也可以当作补火力的来源 只是回复杀哦 我觉得这个装备啊 有点像是做球 给火属性的队伍打魔狼的一个东西 毕竟最难打的回复角色 也就只有孙权而已 机构成的前期也是有啦 但后期几乎都没有 只能说回复杀真的不比其他的杀手来的泛用 麒麟装 一改之前的光横牌 这边是光强化 还有云耐性 技能的光深层配光属性的攻击力上升 这个就意外的蛮普通的 一来云耐性要找的话 现在黄龙出场率太高 二来光强化 云魔女装又很好用 这个混合体感觉出场的机会应该不会太高 但我个人蛮喜欢强化组的 应该我会用看看 最后是这个应该叫做火龙装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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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一直在追求的觉醒组合 章鱼烧配火强化 感觉章鱼烧终于能够加热了 这个组合很棒耶 章鱼烧要能够实在的发挥功用 火力上的贡献很大的一部分 会依据强化的影响 这个一次补了两个最大的需求 不错 不过之前的觉醒也很好啦 有很多的火强化 但不比一个章鱼烧来得好 技能也很破格耶 解锁生成 和属性吸收无效化 我队现在超级缺实用的无效技能 而且CD还这么短 要存两次也不是没有可能 过去在应用吸收对策 多半只会靠常回合的双吸收无效 但现在打魔狼也没有这样的需求 反而这样的组合很不错 喜欢 应该是目前看到的装备里面 唯一想要赶快用看看的 好的 以上就是昨天公布的资讯 跟大家小小的抱怨一下好了 装备强是好事 但我真心希望 魔物不止只有装备强而已 很希望这些龙的本体也可以强化 很难得这个合作啊 是最符合龙族 拼图这个名称的 结果全部都是装备哦 会觉得难免有些难过啦 加上又是实时机 就这样子感觉体感也不是说很好 真心希望能够获得好的上修 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改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